我們的研究動機是現代人追求健康飲食 而超米內含有一種天然活性成分伽馬胺基低酸 它有減緩神經緊張、降低血壓血脂、防止動脈硬化、預防阿滋海默症等功效 在加工課本裡我們學到一種古類產品稱為發芽米 是超米金吹芽後製成的 金吹芽後其伽馬胺基低酸的含量可達原有量的4倍左右 而我們的研究目的分為兩個 一、找出最式超米發芽的生長條件 二、探討影響超米發芽的因素 接下來讓我們來介紹靜置培養 我們要介紹的是靜置式培養 本次實驗我們使用的米圍拆跟九號 我們會取一些抽米然後加入一些水 10米保持一半空氣一半水量 然後放到溫溫培養箱裡面培養一天 過程中我們會洗米換水 然後觀察超米的生長情況 最後利用四本法取樣計算出發芽濾壓差 為了找出超米的最式發芽條件 我們會分別以培養水量、培養水量、拋水溫度、拋水時間 及培養時間無種便應進行試驗 以上為靜置式培養 現在為你介紹我們的流水式培養 這個我們在靜置式培養中 發現這個米在這個水裡面 然後這個水又被困在這個培養裡面 它是被困住的 所以放久了之後它就一定會有發錯的現象 因為整個被困住了 所以我們想到一個流水式培養 這個原理非常簡單 下面有一個舌水馬達 然後它會把水沖上來 然後再用這個水烤 泥泡桶 讓它這樣子留下來 你會平均的淋到水 然後可以有達到培養的效果 然後為了讓它在30度的溫度下 好好的生長 我們買了一個這個 非常高級的食音夾熱管 AIT的 那確保米可以在30度的溫度下 然後溫水 不是溫水 30度的水下面培養 然後這就是我們的流水式培養 它跟我說 新鮮是不是有所謂的 如果可以玩給你 我們就渡了 看看 這是什麼 D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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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結果實驗發現 培養水量以保持一半空氣的FIRE狀況對焦 培養時間則以27小時 最接近文件資料所提到的Gaba含量 泡水2小時 FIRE率最高的 培養水量的最濕條件 能選用自然水效果最好 培養溫度以30度C 最接近1.5m 热水2條件 選用55度C 5分鐘 效果最好 需要多次、 C��的技術 使用4XX13毫、入圖5mm 優球駅、入圖、入圖、蓋、入圖、入圖 誘細節 guessing 在不要來,在下壓情況下 還有勾引可以帶出負借的 進步大家分析 ?